嗨,大家好,欢迎来到Bars Garden 今天为大家推荐几款 从夏季一直盛开到生秋特别棒的菊科类植物 而且是多年生的,复化性极好 抗旱、抗寒都很棒 喜欢它们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极强 属于懒人花,非常适合庭院生长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像小巷日葵的松果菊 松果菊花期也很长 从盛夏一直一直开到入冬之前 它们的种植哪怕落在石头凤梨、沙土里 一样可以顽强地生长 这些菊科类呢,它们的颜色品种选择性挺多的 因为我担心被风吹倒 夏天的台风还挺多的 对它们的植株进行了固定捆绑 旁边配搭着我的白色冰菊 这些是黄色的金光菊 即将开放,这两天应该就会开放 看它们的植株呢,通常是一根植株上来多枝分头 花期很长,不怕雨林 它们也是非常容易生长的花卉 秋冬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分株繁殖 这一株呢,是天人菊 也是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之一 它们的植株不是很高 大概20至30厘米左右 颜色鲜艳 冬季的时候呢,整个植株会完全地枯萎 只要不伤到根系 来年的春天会再次萌发 也可以以播种的形式进行培育 这一株呢,就是黄色的冰菊 旁边呢,还有白色的冰菊 它们的植栗性非常的好 植株高度呢,大概有50公分 冬天的时候可以进行分株繁殖 耐寒,耐汗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有时候会有在春季和树下期间呢 会有一些牙虫 在它们的枝干的地方会有黑色的牙虫 这个时候呢,我通常 护盆药直接戴手套一撸 就把那个牙虫给撸干净了 入夏以后呢,可以一直开到 10月,10月底 孵化性非常好 花瓣以后只需要把植株 剪短到 大概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第二年春天又会再次萌发 万寿菊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是一年生的植物 它们比较喜羊 然后发期也是很长的 可以盛开整个夏天 一旦进入夏季以后呢 菊壳类的植物都会陆续的盛开 这些是堆心菊 堆心菊还没有开 过阵子也就快了 我在我的这些小苗圃里呢 都会穿插性的种植不同季节的花卉 开拜一批呢 就会有下一批陆续的盛开 所以花圃虽小 可是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入冬之前 花都会不间断的开放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以上其中 都是我庭院里 目前正在盛开的几款菊壳类植物 以后我会为大家陆续推荐 好了 今天的夏季菊壳类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 请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哦 谢谢